現在就是早上九點半 我們由西貢再搭船進來鹽田寺 想不到山卡的地方都有藝術節 真是很有心有力去復興興村 我知道這裡周末平時有很多人來這裡玩 其實我三年前來過這裡 不知道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馬上去看看 鹽田寺 又名叫鹽田仔 這裡地方不是很大 有五百公尺左右 雖然倒細小 但也可以行山 而且山路還敷得很漂亮 不不添加 Hello 教授 你好 喂 味噌 你好 為什麼你會來到鹽田寺這個地方呢 我在科技大學教書 去不同地方考不同的群體 文化 對 鹽田寺這個群體 在西貢區很久歷史 我考你吧 好啊 你可以找出哪些代表的陳列品 是可以反映到村民三個最重要的身份 三個最重要的身份 那這個一定是客家的婦女啊 這個叫梁母 為什麼梁呢 中間有個圈的 是 可以透氣的 跟這個燈是一模一樣的 藝術家呢 她就拿了客家梁母的一個意念 製作了這個燈罩 如果你在外面進來 你看到一些村民的 你怎樣稱呼他們 先生 小姐 那就更加具體的稱呼 是 我真的想不到 怎麼辦 沒有問題 因為她們所有都是姓陳的 帶你了 跟我同姓 原來你是姓陳的 我姓陳的 很適合 還有你一個身份 這是一個模型 這個模型是什麼 就是天主教 對 這個就是全村最大的建築物 就是天主教堂 所以鹽田寺現在就是 客家的文化和天主教的文化 都融合在一起的地方 非常好 張教授是你的名字 是的 這個牌是紀錄班以前參與 去建築物物館的個人 或者群體 除了我之外 還有梓梁校長 好 一會兒你會見到她 好 那我們走吧 好 Hello 校長 是 這座教堂很漂亮 為何鹽田寺有這麼大的 教堂 1864年的時候 全教士來 十多年之後 全村都成為教徒 建了這間小教堂 1890年落成的 好漂亮 難怪鹽田寺充滿了宗教的氣息 不如我們進去看看 好啊 走吧 校長啊 我想問一下 這裡多數都是客家人 當年是怎樣傳教的呢 怎樣傳教呢 要問傳教士 我們了解的就是 他們是學足客家畫的 哦 是啊 跟村民溝通就比較容易 是 因為我們客家文化很看重男性 我們祭壇上面的神像 是有聖約塞在這裡 有小耶穌在這裡 我覺得很特別 跟其他的教堂是有些不同的 因為平時可能是聖母抱著寶寶 因為這條客家村來的 如果那些傳教士 明不多些客家文化的精髓 嗯 令到我們開始歡迎他們 多謝校長 我也真的對這個教堂了解了很多 對了 你是不是在鹽田寺長大 是啊 可以和你一起去我們的故居 好啊 Let's go 好 校長這裡就是你小時候住的地方 是嗎 是啊 我在這裡出生 住了12年 嗯 之後就去了第二道讀書 對讀書 整條村來講 第一間塌的屋就是 就是這間 就是這間 所以回憶最大就是這樣 我們這間屋塌了 後來我爸爸在火燒嶺那裡 旁邊建了一間小屋 我放假回來 就是去那裡的屋仔住了 先訪問一下風哥 好啊 Hello 你好風哥 打擾了 先介紹一下 這位就是我們風哥 在這裡住了十幾年 我進來這裡 我已經覺得超有特色 很多都是你DIY的東西 但我首先想問 為什麼你要選鹽田寺利住呢 我上一間餐廳 就收拾了 有幾年 雲說我沒有工作 就駕過船來這裡 看到這裡 因為那時沒有人 一致不是一個人都沒有 喜歡這裡沒有人 所以就 找朋友聯絡村長 就想租到這裡 其中一間 這些爛屋 哇 我弄的 不會想的 不過有時候 雅頂 是很漂亮的 我也住了這裡十二年了 十二年 木開始有幾百米住了 索性就改了這個雅頂 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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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初做好房子 我先搬進來 然後太太就搬進來 我太太初初外面 有份工作都還在做 一兩年之後 她見我這麼享受 索性遲了一份工作 一起進來享受世界 悶不悶呢 又不悶 你耕下田 餐廳打理的東西 我自己也有船 出去釣魚 反而出到旺角 買東西 人群太多 我見到很煩 想回家 買完東西 就走回來 風哥 你養了這麼多隻狗 牠們會不會出去玩 限日沒有什麼遊客 那時候全部出去玩 小吉 限日最喜歡出去 馬頭送客 這麼厲害 其實牠不是送客 牠是見到有船 船家很疼牠 經常帶東西給牠吃 試過新年 我幫牠穿一套紅衣服 背部掛了兩個曲奇餅 然後很多理事 拌了成千多元 真的疼 厲害 真是小吉 大吉 一場來到鹽田寺 了解當地文化之後 當然要去鹽田看看 不過要參加工作坊 才可以深度體驗樂田的工作 Hello Wendy Hello 你好 我現在來簡單介紹一下 這一盆就是清水 這一盆就是滷水 滷水嗎 這個詞第一次聽 因為我平時就是吃滷水雞翼的滷水 滷字就對 但滷水雞翼就不是這些 其實因為牠濃度很高 是 很漂亮 是啊 這是第一天的滷水 把水倒進盆裡曬 第二天是怎樣 現在帶你來看第二天的鹽 牠已經起了一份鹽花在水上 好像一些雪花一樣 是啊 那牠變了鹽花之後 如果我們如是者 曬到第三天 是否開始結了蒸 我現在好像看冰川一樣 是啊 這裏就是快結冰 然後這裏面就完全結一層 是啊 總共要曬多少天呢 由海水到成形一粒鹽 要十四天 十四天 之後就會越來越結成 變成我們會堆起的鹽山 那我們現在不如試試堆鹽 好啊 我們慢慢地把鹽堆起 因為我們的鹽是濕的 它會有水分的 我們堆過鹽山高之後 那些水就沉在底下 然後我們會一層一層地拿出來曬 哇 那些鹽原來都挺重的 是啊 所以鹽工都要很多氣力 Mindy 厲害 佩服佩服 剛剛學了怎樣做鹽 原來工序都非常繁複 除了要曬之外 還要推鹽 但是親手做出來的鹽 真的很漂亮 還有很有成功感 真的好像和一樣 粒粒皆辛苦 這次來到鹽田子 我覺得它這個島的修復是做得很好的 因為其實我三四年前來過 那時候就沒有一些藝術節 或者那麼多活動可以搞到 簡直是一個在城市中脫離的一個寸飾的空間 雖然這裡不是說真的非常之生家 所以非常之建議大家 行山也好 看看這裡的文化也好 多點進來參觀一下